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平日入場都會經過哪裏呢? IFC IFC現在有什麼呢? 就是Sephora啦 終於開了,我等了超久 之後我已經有看我的IKI Story 我已經走過一次 但剛剛開幕的星期,其實太多人了 所以我沒有進去買東西 今天我入場之前就鎖定了一些東西 然後去買 我今天買了,就買了多少錢? 我先看看 我買了這一套 不是很多東西的 但已經$1355 其實我現在想起是有點分頭 為什麼會買得這麼爽手呢? 但是我既然都買了 不如拍一個小小的Sephora購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喜悅 在我告訴大家,我買了什麼錢 就想說一下我對於Sephora的一個購物感受 我覺得舒服的 除了說真的很多人 始終它還是新開張 我覺得正常的 還有香港現在都只有這間實體店 所以多人是接受到的 然後店員是非常之好 我們真的不理會 我是很怕去到一些化妝品公司 甚至是莎莎萬寧也好 不斷追著你問你 小小姐,你在找什麼? 你不想看粉底呢? 我有哪隻哪隻介紹? 這個是最新推出的 我自己其實是不太喜歡這類型的 我知道不關他們的事 公司要他們這樣做 他們也不想的 但是如果有選擇 我比較喜歡Sephora這類型 就是自己去試色 自己去試色 其次就是那裏的品牌非常之獨家 有Too Faced 有Huda Beauty 有Tarte 超級開心 沒有想過香港是可以進入Tarte 然後護膚品牌只有Sandy Riley Drunk Elephant Sephora自己的collection 有很多林林中中都是香港比較少見的 要一些代購或是水貨店 甚至一定要上網才能買到的品牌 甚至一些已經撤出香港再回來的 Stella、Smashboss 或者一些比較大眾的品牌 例如Clinique、Chiseido、Guelan、Lancum、Astinada 裡面都會找到的 所以是一個挺開心的購物體驗 但剛才我買了1355元 我原本也預料了這種歐美化妝品購物品購物 但剛才店員給了一點點的希望 因為他看到完後 都要撒我一些東西 趕了一個銀碼後 他在後面找東西 然後他開了全部櫃檔 開又生 到最後是沒有東西給我的 那我裡面還有一點點暗氣 說難道有東西鬆嗎 鬆什麼都好 誰知道最後是沒有的 那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就看看今天這裡1355元 我是買了什麼 首先呢 就會是這個MAKE UP FOREVER新出的 REBOOTS FUNDATION 這支售價是$380元 我買的色號是Y245 我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裡面都是一款MAKE UP FOREVER的風格 就是一個很簡單很簡約的玻璃瓶 它聲稱的效果是可以做到有提亮 有皮膚可以撫平到滑 有緊紙 然後保濕和均勻膚色 我自己so far試了上臉 就是剛才試色的時候 感覺上是一個非常透薄的粉底 那麼遲點試試吧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非常出名文明的Touch Shade Tape Concealer 是$240元的 那都算大致我覺得可以接受 它已經是尊貴的一個價格 絕對不是開架的 而我買的色號就會是Medium的 通常我自己這個膚色買Medium就真的沒死了 如果以後會覺得它超級好用 或者是沒有我期待的 我會跟大家分享 第三樣東西就是這個 它就會是Sephora Collection的 唇膏來的 讓我現在先打開它 色號就會是6號色 價錢就是$75元的 因為Sephora Collection 通常都是比較接近開架 所以我自己本身都不錯的印象 它這個顏色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比較像豬潤色的 而且是一個霧面的唇膏 為什麼我會不知道呢 因為它這裡寫著了Matte這個字 質地是很滑的 你看很Smooth的 很容易延伸 不會卡住的 你看到它的包裝非常漂亮 但其實它是紙 我自己也挺喜歡 摸起來很有質感 接著呢 就會是這個 它是Too Faced的Pinch Mist 這一枝是30ml 115元的 我覺得也算挺划算的 因為可能Sephora買的 全部都很貴 突然間 這一枝是百多元的 我覺得OK的感覺 它是有那些珠珠在搖的 而且它有說明 叫我們一定要奧運才好用 那Too Faced他們比較出名 就是這個Pinch的系列 怎麼說呢 其實是很Too Faced的 一陣味 如果你用Too Faced的眼影 或者是那些胭脂 其實是同一陣味來的 但我很想打一遍 我喜歡它噴出來 是沒有MAC的Pret & Prime 那麼強烈 它是很霧化 但你明明聽它的聲音 要說它是很厲害 但它上到臉的時候 是很小的 我喜歡 但是不知道它的持妝效果 因為它說是一個霧面的Satting Spray 我將來用完之後 再給大家看 如果你問它的味道 我覺得它不是很香的頭 然後到這個 它叫做Nude Stix 對 一個鐵盒來的 這個牌子 其實我從來都沒聽過 但是剛才我手癢拿了它 因為我覺得 哎呀我沒有新的highlighter 我很想要一個新的highlighter 但最近又沒有心水 然後呢 就讓我看到它了 那這一枝呢 這個色號是叫做99% Angel 這個名字很棒 你看著它 以為你這樣扭出來折 是不是 錯了 它是一個Tip 然後呢 試給你看 超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超漂亮的 這個highlighter 這一枝這麼小的 是要230塊的 但我覺得可以 新嘗試一個新品牌 而且它的顏色實在是太美 所以我就試一下 然後就到兩個護膚品 都是一些Trouble Size 因為我又不是太有必要去買一些大大大小的護膚品 但是手癢呢 就買了這兩個東西 這一枝是Tarte出的一個護膚品 裡面這一枝呢 是有17ml 價錢呢 就是125元 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其實我就沒怎麼看過一些review 是關於Tarte的護膚品 所以 好奇心想試一下 然後呢 就到Drunk Elephant 這個牌子呢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它的保濕精華 但其他的東西呢 因為這個牌子都挺貴的 所以我就沒有去買一些正貨妝的 哇超細枝 這裡這樣一套兩枝呢 是190元 然後每枝只有8ml 裡面呢 就有用的保濕精華 另外這一枝呢 就會是Day Serum 對啦 就會說 有些 藍瓜 的 extract 好啦 那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的Sephora 購仔了 真的買不到一些很澎大的給大家 因為我的銀包也沒那麼澎大 但是都跟大家分享我這次的小購物經驗 如果你想知道哪一種產品的review 想特別快出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試完就盡快告訴大家 或者如果我真的不拍片的話 我都會在IG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分享兩條新片 既然是6時23點和4日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